最大的病还在脾胃 一朝教你分清四大脾胸 调好脾胃不再走弯路 中医认为脾胃是五脏之本 也是气血生成的来源 当脾胃不好时 气血生成不足 就会激发各种小毛病 并且即使用药调理 也难以把药效完全消化吸收 所以我一直强调 大家要养好脾胃 但脾胸的情况有多种 很多粉丝反映说搞不清分不清 于是我今天就来教大家如何分辨 建议收藏 首先脾气虚 脾虚最初阶段 此时会出现轻微的腐胀 消化不良等情况 平时会明显感觉精神不振 浑身疲惫 人泛懒不想动 舌头伸出来 可能只是简单的颜色淡白 舌中有些许裂纹或者傲陷 这时调理简单参考些 健脾补气的忠诚药就好 比如四君子玩 补中义气玩等等 其次脾阳虚 脾气虚进一步发展 就会影响到阳气的生成 这时就会激发出现些怕冷 手脚发凉 并且腐胀 消化不良等情况会加重 同时不敢吃冷饮 容易窜息拉肚子 舌头伸出来后胖大明显 舌苔或许发腻 这是调理的参考健脾生阳的忠诚药 比如福子里中丸 第三脾虚生湿 这时会明显出现头面发油 脑袋发蒙不清醒 人犯困试睡 以及手脚困重不想动的情况 并且口中发腻 身为吃点东西就辅账 同时大便吸糖不成形 还发黏触目干净 舌头伸出来滑湿 是很明显 此时调理的参考健脾驱湿的忠诚药 比如十零白珠散 第四脾虚生痰 是脾虚生湿进一步发展而来 所以除了上述症状外 还容易出现一些 咳痰吐痰嘴里发黏 嗓子眼里总有痰的情况 舌头伸出来 舌头会变得更加厚腻 这是调理建议参考健脾化痰的忠诚药 比如二成丸 六君子丸之类的 那以上就是常见的四种脾虚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生活中大部分人情况会更加复杂些 上述情况可能同时出现 甚至夹杂着一些甘瘀或者肾阳虚的情况 这时调理就需要根据自身情况调理用药 或者是搭配上其他的中程药一起调理 否则有其他脏腹的影响 那脾虚也是很难调理好的 所以建议大家身体不适 最好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